前几天有消息说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将继续扩建 并准备拿下现有厂指南部的一个地块 用于建设新款Model 2的生产线 这个地块的准入产业为新能源整车制造 明眼人一看就是特工特斯拉的 但今天却出现了戏剧性的一幕 在最后一刻特斯拉放弃了这个地块 根据上海土地市场网站的显示 这个地块只有一位进买申请人 这个申请人很有可能就是特斯拉 但为什么流标呢 按照一般的情况 有可能是进买申请人自己放弃了 也有可能是进买人的出价低于土地的底价 但工业用地的流派的情况并不多见 很有可能是地块背后的对价条件没有谈妥 我们来看一下这块土地的出让条件 应该说是非常高的 整路的条件是新能源整车制造 要求项目固定资产总投资不低于68.8亿元人民币 交第五年内打产销售收入不低于每年750亿元 打产税收总额不低于每年20亿 我们来看看特斯拉这边 2020年特斯拉在中国获得了66.62亿美元 约合430亿人民币的营收 相比要求每年750多亿的销售收入 还有300亿的缺口 确实压力不小 应该说特斯拉是很想要这块地的 我们知道Model 2很有可能年内发布 明年量产上市 按照国内的基建速度 现在拿底的时间节点是正好 但今天这种状况的发生 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 那很可能是事先没有勾兑好 OK 那我们再来看Cybertruck的量产版的设计 最近的Cybertruck量产版的设计已经定高 这是发布会上的画面 很多的细节都发生了变化 马斯克前几天透露 Cybertruck将取消门把手的设计 我看很多人都在问 没有门把手怎么开门呢 其实新版的Roaster已经取消了门把手 我为你找到了Roaster的开门方式 相信Cybertruck也应该是这样的类似设计 这里可以猜测的是Cybertruck最终版很有可能像Model S和X那样取消挡把 最新版的Model S和X发布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问没有了挡杆怎么开车呢 我当时就跟大家解释特斯拉具备自动驾驶的能力 一辆自己都会开的车 判断前进和倒挡 这不是很难的操作 当时老马说在屏幕的下方会安置实体的按键 也方便 万一你想手动介入前进或者倒退的控制 最近V11版的UI曝光又有了新的发现 在屏幕的左侧设有滑动的按钮 向上滑就是前进 向下滑就是倒车 要知道这不是日常的操作 大部分时间都是AI来控制的 只有当你需要手动干预的时候才这么做 理论上这样做的使用频率并不会太高 你觉得这样简单滑动手指的这样的操作方便吗 是否可行呢 可以留言或者弹幕 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 说到最新版的V11版的UI 最近网上的图片大家都看过了吧 你觉得怎么样呢 大家觉得怎么样 觉得好的扣1 觉得不好的那就扣2 我来收集一下大家对新版UI的看法 我看到的第一感觉就是 很像Windows之前有一版 叫做毛玻璃的UI的设计的感觉 我的感觉是特斯拉的车载系统 越来越像是一个操作系统 越来越像是一个平台 你看以下拉隐藏式的图标 以及很有可能支持自定义的界面 毫无疑问 看似简单的改变 蕴藏着巨大的进步 这也很好理解 特斯拉为什么都一直没有开放 对CarPlay等第三方操作系统的接入 它是要做自己的生态 跟苹果的操作系统类似 想象一下 当别的厂商都还在卖车赚钱的时候 特斯拉已经在考虑如何做生态 靠软件服务和生态赚更多的钱 来反补研发的投入 使得整体的成本更低 特斯拉未来也会成为像苹果那样 软件服务盈利巨大的一个公司 很多的软件都会登录到特斯拉的车载系统内 我们拭目以待 OK 说了这么久还没跟大家打招呼 大家好 我是Villian 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 老朋友按照国际惯例 先帮我点一个赞 都是免费的 动动手指 不花钱就可以支持我的频道 我来说一件有趣的事情 前几天晚点Late Post 看出了一篇对Neo李斌的采访 大家知道在未来资金链接近断裂 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是谁的资金救了他一命吗 你一定猜不到 话说当时李斌融资失败 那在上海准备建立工厂的计划 也不得不先搁置了 后来我们知道外界的解读是上海市政府并不支持他们 那李斌说上海一直都很支持他们 当时给的政策比特斯拉的还要好 但缺钱怎么办呢 去哪找钱呢 当时未来已经定了很多的长周期的设备 实在没有办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他们就把这一批设备卖给了特斯拉 相当于把武器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 那为什么会把设备 会把武器卖给自己的竞争对手呢 而不是卖给别人呢 那原因当时只有特斯拉在上海建厂 他要赶时间啊 那李斌说呢 能卖给别人的话 他当时肯定不会卖给特斯拉的 这个设备是未来2018年年初 就付了一半的价钱预定的 设备的预定周期非常的长 当时设备已经到了海关了 立刻就能用 特斯拉如果重新预定呢 需要花很长的周期啊 李斌至少帮他们省了6到7个月的时间 所以特斯拉呢也是很爽快的就买了下来 那这笔资金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呢 李斌卖了一个多亿 那这批设备其实是两个多亿啊 他们便宜卖给了特斯拉 那说到这里呢 大家是不是觉得李斌亏大了 但李斌透露啊 其实特斯拉也不知道啊 如果不是当时这个操作拿到的这笔钱呢 未来很有可能就称不下去了 怎么样 这背后的细节是不是非常的有趣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你是我的对手 你同时又帮了我一把 OK 那最近 Elon Musk接受了央视的采访 他认为中国正朝着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的方向发展 并会更加繁荣昌盛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采访 What impressed you most about the 14th five-year plan What attracts me most about China's five-year plan is the tremendous commitment to a low-carbon economy and ultimately to a sustainable energy economy But in the five-year plan China's committed to reach peak carbon emissions as sooner than 2030 and to be to have a sustainable energy economy by 2060 These are very aggressive goals and I think they're great goals and I wish more countries actually had these goals China promot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expand domestic demand How will this affect your business in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y I think is going to do extremely well over the next decade and it's also committed to a sustainable energy future So we're building cars we have China I think long-term will be our biggest market for both where we make the most number of vehicles and where we have the most number of customers What opportunities will the new plan bring? I would like to strike an optimistic note and I'm very confident that the future of China is going to be great and that China is headed towards being the big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a lot of prosperity in the future and this fiber plan is going to be a part of making that prosperity happen 前几天Lucy Motors发布消息说呢 他们的豪华版的电动车Lucy Air的旗舰版 已经卖光了 停止预定了 那他们到底卖出了多少台呢? 今天这个数字出来了 500辆 是的 你没有听错 500辆 很多人听到这个数字 肯定也会自我安慰 500辆虽然不多 至少也获得了现金流了 但是抱歉的说 只有交付才能收款 嗯 所以尽管已经是2021年了 尽管Lucy这么强的技术 但造电动车真的还是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那大家不要误会啊 我不是在嘲笑Lucy 相反的 我非常喜欢Lucy Air 那量产版的Lucy Air呢 也开始露试了 前几天Lucy的老大 Peter Rawlingsson 也把Lucy Air拉出去 溜了一圈 他们公布在官网上的视频呢 说是Peter Rawlingsson 首次亲自露试这款车 那他呢 也把操控啊 悬架 路感啊 挨个夸了一遍 那不得不说 这款车确实从一开始发布 看上去有一点点的 不是那么的好看 到现在好像也是越看越深眼 那他也跟路人介绍呢 这台车去掉伪装 首次在路上出现 影片的最后 他跟路人闲聊 非常的自豪 他说这是他的宝贝啊 Thank you so much I hope you like it It's my baby It's got a It's got a 1,000hz Yeah 500 mile range 500 mile range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ve ever driven one without camouflage on the road Serious Yeah, first time ever Yeah It's an honor So you've got the scoop of all scoops It's an honor 哈哈 那跟其他车厂最近的 惨淡的局面不同呢 最近的特斯拉工厂 应该是全球最忙的汽车工厂 那在Fremont工厂周围呢 各种车型跟下饺子一样忙着测试 那你可以在Fremont超级工厂周围看到各种的新车型 这是新款的Model X 也开始测试了 Semi 也不停的跑圈测试 那Model S更是各种的背拍啊 这张照片是首次拍到的Model S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模组 这张照片是首次拍到的Model S前挡风玻璃的摄像头模组 Model S和X马上就要开启交付了 超级工厂有多忙呢 我们来看看晚上10点半的Fremont超级工厂的停车场 灯火通明 可以看到很多卡车啊 装满了准备交付的车辆 不停的往外拉 那去年特斯拉交付了50万辆车 今年准备交付多少呢 马斯克在特斯拉的内部会议上说呢 今年的目标是100万辆 直接翻倍啊 那你对这个数字还满意吗 满意的话给我的视频点个赞呗 另外全自动驾驶的订阅服务也很快就要上线 还有就是老马说Model S将会有7座的版本 所以之前航拍拍到的后座箱里面有座椅的Model S 那是真的 并不是他运了其他车的座椅 特斯拉在美国呢也支持了比特币的购买 但谁舍得会用比特币去买特斯拉呢 现在这个情况有必的都捂着呢 那我们知道特斯拉做的是纯视觉的自动驾驶 但他的摄像头的分辨率却不高 很多人都怀疑特斯拉这么普通的硬件 能不能实现自动驾驶到底靠不靠谱 毕竟别的厂商呢都是各种的高清摄像头啊 各种的激光雷达能用的好用的都用上了 那其实呢特斯拉的摄像头组件呢是可以更换的 而且非常方便拆装这个大家知道吗 每个摄像头呢都是模块化生产的 非常容易拆装啊 他要想升级摄像头呢是分分钟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视频 This camera here is completely replaceable Look at that 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硬件不够用的问题啊 以后想要升级呢并不是什么难事啊 再来说一个有趣的事情 前几天呢有一个超级充电桩被撞了 而且撞得非常厉害都撞歪了 是谁这么大的气呢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箭头 好了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喜欢的话可以转发给你们的朋友看 影片的最后是老马的猎鹰9 如果发射成功呢就是这样的 通过一系列精密的姿态控制 重返大气层自动停到停机屏上 非常酷炫对不对 那如果失败了呢也同样酷炫 也有烟花看 好啦各位我们下次再见了 Peace